這是前一次當王建銘面對紅人隊的時候 不一樣的地方 下半紅人隊的攻勢 這球拉攻 還想在等待的情況下 主審拉攻了 這個第一球做的球獲得青睞 也是王建銘投出來第一K 對 那個球是完美的一個投球 就好像在外側偏低的角落 我們來看這個K zone 這個球就等到那個點 這球撈起來打得高 左外野手已經是就定位 這球應該是在打進場內了 看看誰來接 川內Goms 還是由最熟悉球場的Goms來接殺 也結束了在二級下半紅人隊的攻勢 紅人隊取得了1分1比0領先 不是喔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球Michael Moss擋得漂亮 補位的喔 這時候打到了右半邊方向 遭到了接殺 龜棒落空 再場給了Jewel Stavs的一個三陣 也結束了在三級下半紅人隊的攻勢 紅人還是1比0領先 進步 有一點進步 進步到什麼樣的地步不知道 好 滾地球出現 三类手接球之後 傳一雷 他現在輪到第八棒的Paul Janisch 滾地球又出現 這個時候 李莫維持被打出三隻安打 第一圈一個人包辦兩隻 這球滾地球又出現 不要再失誤了吧 Desmond傳一壘 也結束了在四級下半紅人隊的攻勢 紅人還是1比3落後 這球拉到了二壘方向 滑倒男接球傳一壘 這球打擊出去打得非常高 Golmes順利接殺兩出局 一個合約 我們來看這球滾地球出現 Desmond接球之後拋給二壘手 順利的封殺一壘往二壘跑 跑者結束了在五局下半紅人隊的攻勢 這球不等待 打到了中間方向 第一時間的判斷好像有點錯誤 第一時間的判斷好像有點錯誤 這球考驗三壘手 董事 Ran Zimmermann今天呢 打直要輪到第二棒的Fred Lewis Lewis打這一球 打到壘方向二壘手 接到順利的往壘壘船 刺殺了Fred Lewis 那在六局結束呢 王建平還是帶領著國民隊的戰士是3比2 一分領先 WRAN